這個算了吧 黃國昌就這樣吧 反正媒體 媒體加上不爽的名詞就跳起來 以前是這個黃國昌 柯建民加媒體 他一定跳 一定跳 現在是黃國昌媒體加上他 不想聽到的名詞 他就跳 一聽到整個人就過敏 即興過敏 你就看吧 媒體黃國昌 鏡週刊就跳 你有沒有發現 然後現在就很奇怪吧 媒體黃國昌民進黨又跳 你那反正就這樣嘛 他就這樣的人嘛 其實見怪不怪嘛 就是也搞不清楚 自己裡面辦活動 到底用了什麼詞 他也不知道 然後這個警察 警方破案告知民眾黨 他也不知道 然後他只知道負責對媒體叫囂 其他他什麼都不知道 然後他就會 還有他知道的就是 柯文哲看著這個監視器 可以看出誰來 賴清德 這個他也知道 然後這個天命說一下 2026年 2028年 柯文哲這個還沒有積牙錢 跟他談什麼 反正就是天命說 你看所有大事 都是交代給他知道 他要負責怎麼樣 他現在就扮演這種角色嘛 這樣就夠了嗎 對他說這樣就夠了 夠啦 不然要怎麼樣 而且二十七號要辦活動 對不對 然後那個羈押期又要到了 要不要炎壓 現在對柯文哲 對民眾黨來說 是一個 也是一個敏感的時刻嘛 對 你現在要尋溯政治破壞 政治打壓 你沒看到柯美蘭骨肉分離 什麼都來了 要把情緒拉到最高 不然二十七號 那個一千多塊的東西 有人買嗎 不知道耶 你是說那個野餐嗎 圓林要辦野餐 原價一三九九 好像客價九九九 對啊 那你說你不把它吹到最高點 對不對 那萬一真的又像屏東啊 什麼 四叉貓每天都在那邊算人數 所以他們現在就是搞情緒嘛 小草情緒把它拉到最高 不管是悲情的 不管是兇悍的 不管是強悍的 他們一定要把情緒拉到最高 確實 要活動前嘛 全台絕無僅有 政論婦女黨上公上一波 好 綠狠抖內幕 收視狂開紅盤 網路播放量突破千萬次 現在我要發出奶粉招集令 週一到週五 下午兩點到四點 紅奶魚 奶球 一起抖起來 什麼 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晚間十二點 友善記錄版 等你一起來